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就是 魁霸 魁霸的每一次出现 都会给鸳鸯境界带来巨大的灾难 即使是天界的神族也在界难逃 在天地两界各种力量的权力打击下 魁霸一次次被消灭 但又总是重新出现 魁霸1042年 天神普新在抵抗第四代魁霸的战争中 阵亡 魁霸1058年 天界神族击中全部兵力 向第四代魁霸发起总攻击 魁霸 魁霸召唤出威力强大的麦兽 魁霸和他的部下们一起 与天神展开殊死予战 魁霸 魁霸 快去同志大家到塔顶集合 把烟西引过来 杀刀 营 家 还活着的人 立即到塔顶集合 魁霸 魁霸 到这边来 魁霸 魁霸 后时刻,第四代魁霸涌战起冲天术打开躯进,保护他的部下逃离死地。 冲天术! 冲天术化作地界巫流岛上巨大的石柱,魁霸部下中的幸存者守护在那里,等待着新一代魁霸的诞生。 魁霸1331年,普新女神的女儿靖新出任天界魁霸司主神,成功绞杀了第五代魁霸。 魁霸1664年,第六代魁霸又将来生。 这就是灵山巨石镇,新一代魁霸即将从这里复活,目标区域生命迹象越来越强。 复活的精确时间和坐标,已经可以确定。 日月星神,呈玄方阵列,编队带六。 配合实施,元典打击。 醒来吧,元。 我以五大神的意志呼唤你。 醒来,开启元典。 好久不见。 各就位,进入倒计时。 十。 九。 八。 七。 妈妈,你听见了吗? 元典准备开启。 注意,元典开启时间,不能超过派行。 二。 一。 元典攻击。 一。 夹救目标。 生命迹象完全消失。 非常精确。 他死了。 就这样 噩梦结束了 魁疤 我绝不会给你机会的 然而 让静兴和众神始料未及的是 一个印象不到的差错 让新一代魁疤 逃过了致命打击 他不可思议地活了下来 我变松 可以 可以 无 无 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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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们怎么起的笔记还早啊 辛苦你了 顾姬太 吃早饭了吗 一会儿吃 顾姬太 看我今天打败了村长 明天就都可以睡了觉 吃早饭了 但愿如此 好了 司政在此 告知天地 客举者蛮小蛮 还有蛮鸡 第一百三十二次 第一百三十一次 挑战窝窝巷村长大人 村长应战 两厢情愿 伤亡无怨 嗯 出手 出手吧 出手吧 霸王冲 霸王冲 啊 发出来了 滚地洋花飘荡 他总是没有出来的滚地洋花飘荡 三连冲 不如交流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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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有進步 你再看这个 停 以舞会有点到为止 胜负一定不必恋战 胜者签名 我 早饭还是要吃好 爸爸 别叫我爸爸 你要叫我蛮大人 蛮大人 说过多少次了 不要添乱 不要添乱 咱们总是瞎捣乱 完全打乱了我今天的战术构思 村长好像比昨天厉害了 忽者签名 你叫停叫得太早了 想多挨几下打吗 我是为你好小满 每天一大早把自己送上门来 被暴打一对 真的很过瘾吗 看明天呢 明天能和今天有多大区别 我心里有数 这人俩就是扫帚兴 我快要在成功罗宝发了 我快要在成功罗宝发了 招谁惹谁了 谁能赶走这俩灾星 我出一千云图 自打他俩来 咱们窝窝乡就没消停过 梁仓烧了 麦娘成骗得死 我家的房梁突然就断了 还有村口的大桥 水车 小孩子我也要做村长的时候修我的呢 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满大人 你很疼啊 不要没话找话 不要这么生气啊满大人 我们暂时就练练 明天一定能打败村长 对 练吧 是了 练练练练 看 这样的小把戏是不能占上村长的 这样的东西 可以拿到夏村长一下 不要投机取巧 练 霸王冲 是了 霸王冲 霸王冲 不要老看我 感受行脉 你生气 我就什么也感受不了了 我没有生气 我为什么要生气 不过是输了一百三十一次 真的生气吗 还练着呢 还练着呢 这么好的天气 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做做运动 运动得好 运动得好 你还等什么 是 霸王冲 霸王冲 还在那练呢 再不拿个主意 我就嫁个别的村去 我也去 看看能有什么狠招 能让他俩一下子就彻底消失 还是直接点把坑灌水下泄药 古迹带去 你怎么不去 我 我不行 为什么是我 村长让你来开会 不是让你来睡觉 可是 就他们两个的脉术 没这么厉害啊 可他们来之前也没这些怪事啊 不用讨论这个赶紧动真嗝的 对 动就隔的 那也不能用这些损招 我们窝窝乡一直是郡里的文明乡村 不能让人家觉得我们很失礼 文明乡村不当了 不当了 对 今天就得定下个办法来 不然 不然 我就我就 我就绝食 饭还是要吃的 嗯 嗯 这位是 我是神圣寿国国王的信使 这是国王的诏书 国王的诏书 国王下诏书一定是有大事 信使大人 有什么事就请直说吧 魁拔复活了 魁拔复活了 你不用这么害怕吧 魁拔以前复活过多少次了 现在大伙不也活得好好的吗 信使大人 不会只是来报个信吧 神圣联盟征兵 国王陛下招令全国各地要侠 参加联军 直接去述国集结 即刻启程 哦 这下事情就好办了 我们村刚好有两个合适人选 大 合适合适 太合适了 太合适了 真是天作之河 谁 是谁啊 可他们 连个正经的文药都没有啊 我好像知道是谁了 古鸡胎 既然知道是谁 那你就先想想办法吧 你 为什么又是我 你们不是很好的朋友吗 我不过是和他们多说过几句话而已 也只有他们愿意听我说话 古鸡胎 不要这么紧张 谁也不用去 我想他们会主动要求加入联军 去与魁拔作战的 村长大人 准备好了吗 刚吃过早饭 司政在此告知天地 客居者满小满 还有满集 第一百三十三次 一百三十二次 挑战窝窝乡村长大人 村长应战 两乡情愿 伤亡无怨 出手吧 三连冲 三连冲 这么快 这个先过得了 准立那个洋花飘战 洋花过了 这么差的脉数 怎么会把桥洞塌了呢 肯定是造桥的偷工减料 背头再找他们算账 今天有点要行啊 立足作戏 联环冲 也不能说得太明晴 天狗交融路 敬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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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样子差不多了 敬 赢了 赢了 爸爸 爸爸 不 蛮大人 这下可以把文药收给我了吧 这可是世上最高贵的文药 你只是跟着赢了一次 还差得远呢 我可可 也用不着这么垂头丧气嘛 蛮大人 你这是 可见你还没有达到妖侠的境界 记住蛮大人的话 一个真正的妖侠 会随时提防对手的袭击 上者签名 你叫停叫得太早了 要是叫晚了 把村长大人打坏了可怎么办 听着口气 已经得意的不行了 那是 第一百三十二次挑战 终于成功了 这算什么成功 不过只是赢了一个小小窝窝乡的老村长而已 有本事去挑战天下最厉害的对手 对我们要去挑战天下最厉害的对手 赢了最厉害的 那我们就是最厉害的 天下最厉害的对手是谁啊 当然是 癸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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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生命 修兵 云 都会合情 走军光守 修兵 最厉害的 伟大的英雄 本来就是属于全天下的 他们不应该被埋没在平凡的生活之中 说心里话 谁都希望英雄能够留在 自己的村子里 保护村子的平安 可是一想到 全天下的众多生灵 将因为傀疤复活而毁灭 我们就应该舍小家 顾大家 无私地送我们的英雄出村 对 无私地送 出村 出村 记得多穿点 谢谢 好 谢谢 两位妖侠 在 请记住 你们不只肩负着 窝窝乡的重托 也承担着 全天下人的期望 放心吧 村长大人 窝窝乡将因为我蛮大人 而名扬六海 是啦 这绝对是当然的 好 出发 救命魁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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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卫和平 保卫和平 送进光荣 送进光荣 这个魁拔是什么样啊 见了才会知道 魁拔现在在哪儿 我要给我 空荣 rainbow 我 我 людей 未来 也可以 世界 没有 我们没挤 们的 这是 久违了 孙长大人 一向可好 多谢问候 雪伦大人有何见教 魁拔复活了 我要带领人马去与魁拔作战 保卫天下和平 英雄情怀在下佩服 对抗魁拔是全天下的事情 都要有所贡献 我好像知道你要干什么了 把银号里的银通权都拿出来 捐助我的英雄壮举 来抢钱的 募捐 本村已经派出妖侠从军 我们只会捐助他们 贪婪吝嗣之辈 全然不是天下大局 给你们一些救赛 已经打起来了 小满满旗怎么走得这么快 我得赶紧追 村长大人果然有些身手 不过老了就是老了 不要为了舍不得那么几个钱 搭上自己的性命 认输吧 荒唐 身为一村支掌 肩负着保护村民的责任 银号里的积蓄 关乎全村人的赤穿用度 而我即便战死 也要守护到底 少废话 我留你活到现在 只是不想因为杀了你这么一个老朽 坏了我雪伦的名声 不认识 听着 你们的村长 要为你们战死在这里 要是不想让他死 就告诉他 你们都心甘情愿捐助我 认输吧 谁还不认输 谁还不认输 我不认输 还有我 小满同学 多日不见 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我 还不是同学 请称呼我 门大人 算了吧 小满 省省吧 你我的机会来了 拿上这里的银通 一起去打魁拔 建功立业 如何 小满同学 不拿银通 也可以去建功立业 我们就是 这是我的村子 雪伦 你的村子 我得保护他 我想你到这里 不会超过两年吧 那又怎么样 值得吗 就为了这般自私 猥琐 目光短浅 道德低下的村夫 不管怎么说 他们都是我认识的人 喝着同一条河里的水 吃着同一片土地上 长出的粮食 呼吸着同一片山林里的空气 没准 还能互相梦见 真有诗意 怪不得 会有公主爱上你 找废话 雪伦 你今天很不早运 偏偏碰上了我蛮大人 不理解滚蛋 蛮大人我就不客气了 不自量力 狼山吹雪 把握 发芒 飞雪荒烟 尝与吐 你发炮 尝与吐 断 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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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满 你从来没有一顾 你前世 怎么又发不出来了 你不着急就不发不出白重来 放军风 不能着急 不能着急 一步步来 感受行脉 身脉合一 马大人 不能受干扰 不能受干扰 再来 感受行脉 身脉合一 怎么还没感受到 再来 感受行脉 身脉合一 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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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刀吗 蛮大人 雪伦 你先除刀 杀鸡也用牛刀 太熟悉麥 神麥何意 灌通麥門 神麥成軍 驚人的力量 真不愧是 魁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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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會在哪兒 魁蝠 我們不可能知道 誰也不會知道 正因為誰也不知道 魁蝠才能活下來 那魁蝠知道我們在這裡等他嗎 他不會知道 誰也不會想到 蝴流島還會有生物存在 不過魁蝠是一定會來這裡取他的沖天朔的 可他怎麼才能到這裡來呢 進入蝴流島的區境 是一般生物無法通過的 魁蝠不是一般生物 他是魁蝠 他會循著沖天朔發出的召喚 就像聽著來自遠天的戰歌 一邊隨著輕聲鈴唱 一邊走向他的戰器 沖天朔 沒有什麼能夠阻擋他 因為他是世間最偉大的 魁蝠 我們現在該做些什麼 等待魁蝠 還有他的敵人 他以後誰還敢帶來鬧戰 滿小滿 我不會放過你的 真沒想到這傢伙身手這般了得 難道說他向我挑戰時 一直沒有漏真功夫 村長大人 古姬泰呢 他叫你們去了 你們沒看見他嗎 沒有啊 那你們怎麼又回來了呢 是蠻大人想到的 他看見雪倫他們 向村子這邊過來了 就知道不會有什麼好事 這算什麼 舉手之勞而已 等我們消滅了魁蝠 到那裡 魁蝠可不是那麼容易對付的 不要怕 魁蝠之所以如此猖狂 是因為還沒有碰到我蠻大人 這絕對是當然的 說心裡話 誰都希望村子裡的英雄 能留在村子裡 保護村子的平安 對對對 不用說老婆 請留下來吧 請留下來吧 可是 魁蝠不出 就不會有真正的安寧 這傢伙真的以為自己能打魁蝠了 村長大人說得好 偉大的英雄本來就是屬於全世界 他們不應被埋沒在平凡的生活之中 鄉親們多保重 我們去了 出發 是了 我的意思是 吃了飯 在 這個 這個就真的回不來了 這麼說 魁蝠可要比雪輪厲害多了 厲害太多了 他是世間最厲害最恐怖的大頭頭 一百個雪輪加在一起都要厲害 村長是肯定打不過他了 那是 郡長呢 也不行啊 這麼厲害 所以 一切要看我蠻大人的了 還有我呢 對 好好看 只要除掉虧拔 我們就是世上最有名的英雄 我們的文藥 就是世上最高貴的文藥 我們就是世上最偉大的幼侠 走過去就到樹國了嗎 對 前面就是樹國的都城米拉都 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我們不是還要坐船嗎 對啊 在略港 這麼大一片房子 看到那棵最大的大樹沒有 那下面就是樹國的王宮 那個是什麼 走了 以後有的是世間開 喂 老闆 我們是售國來的妖俠 這是我們的文藥 可以住店了吧 看 客官 在下見識有限 像這樣的文藥 還是第一次見到 開眼 這可是世上最厲害的文藥哦 要臨街的房間 能看到日出大街 沒有 沒有 不臨街的也可以 沒有 什麼 一街也沒有了 非常抱歉 客官 我哥哥 其實像這樣好的季節 睡在大街上 也別有一番情趣 客官 什麼話 不好意思 怎麼了 龍族文藥 而且是龍族的妖俠文藥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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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門光臨 榮幸知之日 啊 走吧 老闆怎麼哭了 老闆哭了 啊 啊 龍族文藥有妖俠 不會是聖民獻合的龍族幼藥俠 那眼睛 那頭髮 那鼻子 那嘴巴 高貴 華麗 不知可否方便 能為大人效勞 我等三生有幸 畢竟寒舍狹小多有局促 現在只有三間大房可用 不知大人能否屈尊將就一下 最好是四間 這完全不是問題 大人請 請大人稍事歇息 房間很快準備好 喂 老闆 大人先擦把臉 這是今年的新茶 老闆 你剛才不是說沒有房間了嗎 客官 請帶好您的孩子 少來教訓我 我們現在只要一間臨街的房間 有嗎 客官 因為有小孩子在 在下從一開始 就給足了客官面子 請客官 也不要難為在下 讓大人受到驚擾 真不好意思 有數過的圖冊嗎 當然 馬上拿來 這位長臉大哥哥好奇怪啊 嗯 你就一個人 怎麼樣住那麼多房間呢 小客官 不可無理 只是問一句話 怎麼就無理了 好 我在問你話呢 長臉大哥哥 天真可愛 給他一些點心吧 點心就算了 你說 你就一個人 怎麼要住那麼多房間呢 客官 這這這這這 我來回答 我自己要住一間 這不過才一間 我的刀 與我征戰多年 一起出生入死 應該是為最好的兄弟 自然要有單獨的一間 這樣 好吧 這也才只要兩間 我的行李中 由母親親手做的衣物 凝聚了母親的慈愛之情 就如同母親 與我同行 好了 你母親單住一間 也才只用三間 還有神聖龍國 國王陛下的詔書 身為國王的陳述 對國王的詔書 應想對國王本人一仰敬重 那是得要四間 要是你身上的獅子 也要住一間房子的話 那四間 豈不是太少了 對呀 我怎麼就沒有想到 不愧是蠻大人 聰明啊 客官 您不會不知道 龍族妖霞文藥 意味著什麼吧 不過是一個文藥而已 蠻大人的文藥 也是世上最厲害的文藥 看來是沒有退路了 客官還是現實一點為好 那些莫名其妙的雜文藥 即使有 還不是和沒有一樣 少廢話 無論什麼文藥 有也好沒有也好 妖霞之間 總是要靠賣術來一筆高下吧 雜文藥的賣術 能有多高呢 難道文藥高貴的妖霞 就一定是賣術了得嗎 當然 十大文藥之所以成為十大文藥 就是平的實力 那就來一次妖霞決鬥 啊 決鬥 怎麼樣 來一次妖霞決鬥 他怎麼還是看書啊 這樣的挑釁他居然忍了 妖霞決鬥自然是英雄之間的鄙視 但是你的文藥 連妖霞決鬥的資格都沒有 什麼 連挑戰都不行 小客官 一個真正的妖霞 不會不知道這樣的規則 啊 我居然真的不知道還有這樣的規則 好 這下可怎麼收場 可惡 好吧 既然如此 我接受你的挑戰 接受了 那得出手吧 你的對手是 幽龍潭神聖龍國妖霞文藥 卡拉蕭可攀 你的對手是 神聖獸國獨行族妖霞文藥 蠻小蠻 還有蠻疾 傲慢的傢伙 居然連戰都不站起來一下 好 那你就坐著吧 出手了 啊 呃 啊 齊玄培隆盾隆盾 誒 曼樞怎麼回來了 看我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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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耀决斗是不能有第三个人插手的战斗 这也不行 难道带你出来的这个人 什么都没跟你讲过吗 刚才气势汹汹地说要决斗 就拿出决斗该有的脉数来 少废话 霸王 博日货 王大人还有这一手呢 太厉害了 马大人 行吧 还没有结束 算了吧 客官 看你这脉冲就知道了 架势挺大 内功不足 根本不配合妖侠文耀过招 更别说什么决斗了 像蛮大人这样的文耀 就是全世界也没有几个 这么厉害 谁都知道这文耀有多厉害 我的文耀挂在这里 但凡有强盗经过 他们就会望风而逃 什么时候收给我啊 这么伟大的文耀 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得到的 行吧 他收给我吧 蛮大人 那得等你跟我一样厉害了才行 你看着 第四脉门 第四 还有第四脉门 见识一下吧 真正的文耀 会在第四脉门打开的时候 产生传说中的文耀共鸣 小客官 你要感谢这位妖侠才对 他完全是为了让你长见识 不受别人的欺骗 才特意这样做的呀 以他这样的身份 这样的功力 对你家大人这样的对手 根本没有必要打开第四脉门 蛮大人 你能打开几个脉门呢 脉门嘛 如果你能打开一个 就已经非常厉害了 像我蛮大人这样的高速 也只不过能打开三个而已 三个 太厉害了 脉门不在数量的多少 而在于林华的远用 蛮紧 不要听他们胡说 只不过是这些人 没有见识 看不出真正伟大的脉术罢了 伟大这种事不是自己说出来的 而是靠努力争取的 连第四脉门都没有打开的你 不过是个靠说大话划重取权 来寻求心理安慰的弱者 也配说什么伟大 小客官 但 如果你要找偶像的话 这位龙族的妖侠大人 才是你的榜样 少废话 第四脉门又怎样 这样的花圈绣腿我剑得多了 用好你的第四脉门 我现在可要动手阁的了 哪啊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本来玩成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不是 是 怎么回事 所有损毁我来赔偿 好说 大人 曼琪 我 都是你 拿着个破文药随便找茬不说 还连累了一只相信你的孩子 才不是什么破文药呢 好好好 早就知道满大人的文药 不是什么有名的大文药 也不是什么神圣联盟发的 就是他自己做的 有一次 那个文药不小心弄坏了 满大人又用木头做了新的 我都看到了 满锦 原来你一直都知道 那又怎么样呢 就是这个连第四脉门 都没有打开的满大人 就是这个自己没有文药 却想到用这个文药来鼓励我 一直不让我知道文药真相 怕我自卑 怕我放弃的满大人 才是最最值得信赖的妖侠 这样的文药 才是最值得我争取得到的 这样的文药 你还想得到 那绝对是当然的 现在 满大人我就把这个文药 售给你 满吉 我还不够资格吧 拿来 是了 满大人 满吉 满吉在 天地为证 自将此独行族妖侠大文药 授予你 望你加倍努力 光大文药 是的 满大人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可是 满大人那你 不用担心 我这还有 这人不是吧 没见过吗 我们独行族 就是这样的 独行族妖侠文药的第一条规定 你要还活着 就绝不认输 决斗继续进行 满大人 小满 她说话的声音好熟悉啊 难道是 妈妈 闭嘴 她不是你妈妈 说过多少遍了 满吉乖 公主殿下 殿下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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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的 征兵期间嘛 历来这样 幽龙潭神圣龙国国王殿前 领一级金星少将贤 禁卫妖侠卡拉萧克潘 恭祝公主殿下 健康幸福 谢谢了 希望你能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 等等 满吉 满吉 小满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大啊 那就是屈镜一号了 没有想象的大吗 已经很大了 一定能装不少人吧 只要我们上了船 就能去打魁拔了 太棒了 且慢 怎么了 还有这个 各位要请安心处理 请按广场上的标志线 您此情绪 领队莫见证 文药的尽身性离场 以免影响之势 本港设有高 看到没有 那就是文药识别门 它会发出一种光 高档文药被光照的 就会亮起来 就是那个什么什么 文药共鸣 差不多吧 明白了 鲜肉能掩然 吧 国安 启国安 掦掌 人家 克里 听不懂 救护 ズ 对 控告 我们 先 我们 怎么总是看见他 万吉 我们为什么不用最直接的办法呢 最直接的办法 对 那绝对是当然的 就用最直接的办法 什么是最直接的办法 蛮大人 随便弄来两个他们都认识的文药 事情不就简单了吗 对 随便弄来两个 你不会是说去偷 叫什么都可以 总之 我们得先上了那艘船才能去建功立业 我们不能被绊在这里 可我们本来就是有文药的 为什么还要去偷呢 这你是知道的 我们的文药他们根本就不承认 总有一天我会让他们承认的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 我们现在得想办法上那艘船 那就硬上好了 这 又是我蛮大人的身份 这就是作材的下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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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么人哪 转住 别让他跑了 别跑 别跑 抓住 老文药夭侠侠 长领大哥哥 怎么会去 这文药是偷来的 上面密文一年前就注销了 赵叔也是伪造的 他居然敢出门了 打死这个小人 不议进去 不议进去 糟糕 臣不上他 快快快 走 快快快 大家不要乱 站住 别跑了 别跑了 大家还好队 是 还好队 是 大家快要阻止 站住 小伙子是暴雨吗 都下去 很多年没有人干土的药了 快下去 加班族 打死定了 紧让一让 让一让 拦住他们 站住 怎么还往上走啊 下去 下去 不要动我动手 快 你让 你 还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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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下去 来 你不能过去 不必要受 下去 快点 谢谢 再挂了几个人 还有你 你 就是你 你以为你能混过去吗 请配合一下 下去吧 你 原来是这家伙 你认识 他本来还是有些本事的 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来的 喂 人没想到你会这么卑劣 无耻 我认识一个人 他也没有闻药 不要说什么十大闻药了 人家连平民闻药都没有 没有人拿他当回事 谁也没有想过要和他成为朋友 很多生在闻药大族的孩子 都会有一个终生难忘的成年礼 他只能在旁边偷偷地看 世上那么多让人尽情欢乐的节日 也没有他的福 他当然很羡慕有闻药的人 一直盼望着 能够得到属于自己的闻药 可是他从来没有想过偷 只能以为他要凭着自己的真本领 获得别人的尊重 不论受多少苦 费多大力气 出生入死流汗流血 他相信自己有这样的本领 总会有这么一天 他会成为世上最伟大的妖侠 他知道偷来的闻药 并不能说明自己真正的实力 他要的是真正的工业 那比什么嫌恨的闻药 都更值得夸耀 是啊 一个破闻药就真的那么重要吗 快拿本领来说话吧 你不是很有本领的吗 拿出你的真本领 告诉他们 你比他们强 怎么不宽手 这孩子在喊什么 你能发出那么厉害的脉冲 为什么不让他们看看 这不是与你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吗 你现在不管他了 你现在不管他了 这里面不是由你母亲亲手做的衣服吗 不是像母亲一样与你同行吗 你现在就看着别人的脚在上面乱踩 你的第四脉门呢 闻药共鸣呢 现在都到哪里去了 你在说些什么小朋友 知道吗 他的本领比你们厉害多了 只是没有还手罢了 他自知做了世上最为人所不齿的事情 还有脸还手 你们明知道他不会还手 还这样打他 难道就很光彩吗 你们怎么不想想 他为什么要偷这种破案意儿呢 要是他单凭自己的本领就能加入联军 他干吗要做这样的事呢 站起来长脸大哥哥 就像在旅店那样 拿出你的本领 让他们看看 和他们比试一下 看看到底谁够巧 起来啊 快 怎么 他怕是没有那个心情 那我来替他跟你们比 什么啊 要是你们输了 就请放过他 这件事对你来说 太大了点 大就大了 怎么样 来一场妖侠决斗 妖侠决斗 就你那样的杂文药 也有资格进行妖侠决斗吗 什么杂文药 这是独兴族的妖侠文药了 好 这孩子 居然要为一个偷窃文药的贼决斗 人居的太多了 不能让局面失控 有你我在 阁下 还会有失控这种事吗 你的对手是 神圣兽国游伟郡 窝窝乡 独兴族妖侠 蛮疾 蛮疾 接受他的挑战 接受 你的对手是 神圣联军第一连队护军教官 神圣术国禁军都尉 回妖族妖侠文药 低丘 也许这是一个让你学会尊重文药的机会 请先出手吧 瘦国的妖侠 还是将军阁下的部下呢 好不容易在互杀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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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打出来了 对手是 你军军都尉 简直就是胡闹 没见过的事情 就值得一看 年龄差别最大的妖侠决斗 算得上吗 好啊 机会来了 好啊 原本还以为这孩子一定有什么过人之处的 以卵击石 我不记得我们兽国有这样的妖侠 何必当真呢 就这样的卖术也能决斗吗 还没接受呢 这么快 这该怎么办 嘿嘿嘿嘿 还不错吗 这小家伙一味的近身纠缠 是为了让我发不出脉冲来 铲住他 让他没有机会发出脉冲 不能被他铲住 甩开他 请不请脉冲打击 不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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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住 稳住 这样打下去是不行的 且慢 要开船 只要我下了这船 就不能再上来了 这可怎么办 给他泡下去 泡下去 他的脉冲已经越来越小了 呃 来了 来得及 护 光阻 撤 要开船啦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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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愧是我蛮大人的 呃 这谁家孩子这么小啊 可恨 吟 吟 吟 滚地 同悬而战 简直可耻 呃 赖天锁 怎么可以突然袭击 这还是央下军斗吗 可耻 可耻 将军阁下不是也很当真吗 啊 哈哈 哈哈哈哈 怎么忘了蛮大人的话 一个真正的妖侠 要随时地方对手的攻击 既然说好了是妖侠决斗 就不能随便插手 对 我的对手是 神圣兽国游伟郡窝窝乡 毒刑族妖侠 蛮疾 好 好 好 游戏结束了孩子 没时间陪你玩 我的职责是维护这里的秩序 不要胡扯 输了就说这个 你的对手是 神圣兽国游伟郡窝窝乡 毒刑族妖侠蛮急 我是不会和一个 拿着木头文药的人决斗的 不要侮辱别人的文药 对啊对啊 就你们那十大文药 才算文药吗 不过是趁人不备 侥幸取胜罢了 就你那样的脉数 就你这样不能共鸣的文药 输了就是输了 不要扯什么文药 你还不容易吗 你独自练起来的招式 能有什么像样的战斗力呢 你们这些人即使是上了船 又能怎么样 那就让你看一看 你的对手是 神圣兽国游伟郡窝乡 将独行与妖侠 蛮急 站住 站住 不行 我得下去 让一让 让一让 走 从没见过这样的孩子 你的对手是 神圣兽国游伟郡窝乡 独行族妖侠 蛮急 啊 协蚗阵 谁在掏乱 我 我 我 真 癔 邪魅阵 打开第四脉 building 可以通过和另一个妖下的脉门共鸣 组成外食体的集合阵 现在这孩子 就相当于正在共鸣的文耀 这个孩子 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共鸣 是我们所有人的文耀 别小看这孩子 他也是和我们一样的妖侠 对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妖侠 都有资格进行妖侠决斗 反正也不会有机会 将这份力量打向敌人 反而是人看到我们的本领 我们的努力 那么 就在这里 让神圣联盟的诸位看看 那些你们根本不会在意的战士 究竟有多大的力量 这是在向神圣联军挑战 你的对手是 大阳灵 神圣绣夺 铁人和军 特力告诉阳霞 还从没见过这样壮观的邪脉阵 将军 是否命令士兵回击 你要发动一场内战吗 如果损伤到屈镜一号 我们就只能等着魁拔 在窝流岛慢慢长大来毁灭我们 可是局面已经很难控制了 顺势而为就是最好的控制 如此壮观的脉阵尸体 几百个素不相识 未经训练的战士 就这样不约而同地 成功地把脉术 聚集在一个无闻药的少年身上 屈镜一号发来信号 为保证屈镜一号的安全 请示启航 准备启航 下去 下去 你没事吧 没事 让我先进一步 让我先进一步 我现在能做些什么呢 尽管在满脊的心目中 我一直就像父亲一样值得依赖 可现在却一点也绑不上满脊 看来优势已经很明显了 这孩子赢定了 怎么了 为什么 妖侠决斗 是不能有第三人参与的 我打不开第四脉门 也没有文耀共鸣 但是 我是一个独行族妖侠 我要像所有的妖侠那样 堂堂正正的 一对一地进行妖侠决斗 我崇拜这个孩子 独行族 是受过一个古老的种族吗 独行族 是一个随口胡说出来的种族 够了 不能由他这么胡闹下去 小兄弟 等你打开了所有卖门的那天 消灭溃疤 就靠你了 你的对手是 好了 将军 决斗 结束了 这是什么人 你们兽国的将军呀 你这个兽国的妖侠 居然不认识他 这家伙呀 也许他会让那孩子加入联军 你要是将军 就请命令那个连名字都没报就攻击我的人 接受我的挑战 来一场堂堂正正的妖侠决斗 好 好 好 够了 我说的话就是命令 回家去 决斗还没有结束 将军阁下 这孩子没见过什么世面 根本就不通道理 何必跟他纠缠 干脆以扰乱治安罪 将他要你来教我怎么做吗 少废话了 决斗 住手 兽国将军这事 他就是这种说一不二的脾气 将军大人 你为什么 放肆 这下可麻烦了 怎么 船怎么开了 就凭那么一点儿不入流的小把戏 竟敢自称是兽国的妖侠 简直是在给兽族掉脸 让我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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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乱动 不要下去 船已离岸 任何人不得上下船 不行 这你快跑呀 将军大人 为什么 蛮旗 妖侠 已经上成这样 不能再战斗了 可以相约日后再战 东行族妖侠的第一条规定 只要还活着 就要战斗下去 将军大人 战斗 战斗 今天就封了你的外门 看你还怎么战斗 什么 封脉门 近距离格斗最重要的就是 不能让对手贴近你的身体 把你的脉门封住 一旦被封住了脉门 那练得再好的脉术 也完全发挥不出来了 要是被封住脉门 就不能去打魁拔了 魁拔了 妈妈 陈封殇 大人 进化咯侧 围法 杀 怎么回事 这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 不要慌 这 这是什么东西 是傀疤的脉兽 准备迎战 不要乱 列进阵阵行 试赛性无敌 趋境一号全速离港 光屏障保护 光屏障保护 傀疤 门急 喂 你干什么 让我下去 你这家伙这会儿还要下去 不是故意要破坏光屏障吗 不行 我一定要下去 我来抓住他 你这家伙不输了 门急 一旦被封住了脉门 那练得再好的脉数 也完全发挥不出来了 今天就封了你的脉门 看你还怎么战斗 给我 血脉队 注意防线层次 拉开距离 不要挤在一起 迅速后撤 输出 拉开距离 不能在光屏障内使用脉数 会破坏光屏障的 神圣联军的军官大人们 你们不是一直在检查文药吗 我的文药 不是被承认的十大文药 根本没资格上船 放我下去啊 你镇静点 朋友 既然已经上了船 为什么还要逃呢 刚才是谁说即使文药不高贵 也要打败魁霸 现在这船上 也有无数个趁乱挤上来的 和你一样的妖侠呀 对于被你的话打动的他们 你就这样轻易背叛 不管他们的生死吗 看看那个和你一起来的孩子 即使是遇到 根本无法战胜的对手 不是也要坚持战斗下去吗 是我害了他 我干吗要对一个孩子 讲那些我自己 都做不到的大道理 建功利益 打败魁霸 这些话只应该说给自己听 曼吉 我来了 曼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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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answer 海上 快ν 快 快 快 马上 马上 撤离 撤离 解敗战 武汉安城 还活着的人 权力攻击他的背后 记忆住他 不得为我们进行驱境遗号 啊 他过来了 口齿镇定面将瓶首 强调不疑证穿越驱境极品 就这样老老是只能挨打吗 关掉什么光屏障 白树还击 住嘴 你这个疯子 要学会听从命令 王军将危险 且慢 你的对手是 神圣寿国尤伟郡窝窝香 独行族妖侠 满小满 独行族 我们独行族 就是这样的 我现在很后悔 后悔一直想什么建功立业 后悔把一个孩子 带到这么个鬼地方来受苦 后悔拿一个破文药 教那孩子做什么 史上最伟大的妖侠 后悔告诉他 只要活着就要战斗下去 这样的混蛋了 可是 可是 我不后悔能在这儿与你对决 鬼吧 老实说 我是你这次复活之后 第一个跟你报过姓名的妖侠吧 你很不走运 偏偏碰上了我满大人 满大人 什么话 满大人 我这还有 很高兴于你一战 两厢情愿 散过不运 满大人 满大人 别叫我爸爸 你要叫我满大人 爸爸 满大人 爸爸 这个要杀手 霸王获至宠 不能攻击这个妖侠 一动也不能动 别人 怎么根本控制不住 霸王 冲击霸 不能攻击这个妖侠 不能攻击 不能攻击 还等什么命令 已经死定了 不如强行攻击 不能攻击 不能攻击 战斗战斗 今天就封了你的外门 看你还不问战斗 就是这样 任何风中外门 也不能攻击这个妖侠 大家总在等死吧 没有时间了 好 你看看 几种力量 一起发力 关掉光瓶杠 全力攻击 鱼死网破 冲 最后一次机会 全力攻击 发死令 死令 啊 所有人员 立即就近搜索商者 整备武库 加固攻势 防止魁拔麦兽的再次攻击 趋境一号 火速是向窝流倒 完成布防 满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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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的人呢 满大人 等等 带上我 满旗 乃先等一会儿 爸爸就来了 我 我的腿 满大人 一直说好 你进去打鬼吧的 满旗 你 万大人 我不想在这儿 带我去 万大人 万大人 爸爸 长脸 大哥哥 万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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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蚊子 爸爸 周里大哥哥 且慢 我要向那个家伙之一 他怎么一下就不见了 真正的高手 别怕 后会有期 以后还能再见到他 对 与魁拔对决的时刻 所有的高手 都会在那里相聚 对呀 那时他会看到 我们都是史上最伟大的妖侠 对呀 对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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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